年轻也有患癌风险 内地湖南一名12岁男童日前 股上突然出现肿块 求医后竟确诊暖期肺癌 一表示 男童虽然年轻 但有三大不良生活习惯 平日 肠癌夜晚手机 最终导致患上肺癌 康复前颈部 狼 综合内媒报道 该名男童日前突然在左边所上涨出一个约安纯淡大小的坚硬肿块 但并无养或疼痛感 男童母亲于是带她到湖南省肿瘤院求医 医生随却为她进行手术切出肿块 经检后却认为网状细胞流油纹是肉流恶性肿瘤的重 男童母亲其后又再带她到其他医院进行检 最终却认为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属肺癌晚期 而肿瘤恶性程度高 康复难度相当高 吸入有害器会增加患肺癌风险 根据本岗卫生署资料 五大肠成因如下 湖南省肿瘤医院的主诊医生表示 该男童年仅12岁 是他接触过最年轻的肺癌患者 正来说不应患上肺癌 他其后询问男童的生活席 其父母表示他最近数年几乎没有进食早餐 五晚餐也只进食半晚饭 每次口渴时只会喝果汁 其他含糖饮料 基本不喝清水 而且经常熬夜玩 及生活作息极不规律 医生表示肺癌的平均发 年龄是60岁当中已经常吸烟的男性风险最高 小患上的病例十分罕见 然后近年有肺癌年轻化 趋势如果出现无故咳嗽 胸部背部疼痛等早期 壮就应尽早求医 生鼠指如果出现以下症状 可能患上肺癌 应尽快求医 根据香港防癌汇资 要判断是否患肺癌 初步诊断可先看家庭全科生 如有异常 便会把个案转介给专科医生或医 再进行以下详细检查 根据香港防癌汇资料 除支气管境 还可透过其他内窥镜检验及不同的描方法跟进检验 相关文章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